美国纽约帝国大厦 男人迎窗而立 被衬衫包裹着的双臂有力而线条优美 到三角的身姿张力十足 即使是背着身子 也依然给人满满的压迫感 此刻 他手里握着手机 黑眸扬着怒意 助力站在他身后 凭着呼吸 战惊地处立着 订回国的机票 男人低沉的声音突然响起 助力身子抖了抖 是的 秦总 且慢 门外响起懒散的声音 紧跟着 男人推门而入 温润地眼神扫过窗前的男人 然后落在助力脸上 你先出去 是的 顾总 小助力轻轻吸了一口气 顾总可比秦总好相处多了 至少他会笑 眼看着办公室的门被关上 男人温润地眼神骤变 凌厉了起来 秦昭 你可还记得自己的初衷 我 记得 男人的声音有了一丝犹豫 故意翻轻叹一声 望向兄弟宁静的眉心 谋底透出一丝心痛 你爱上他了 对吗 男人没有回答 但拳头握得更紧了 秦昭 你清闲一些 未无限只是一枚棋子 一开始你就是这么对我说的 那是以前 顾少 人非草木 秦昭用力闭上眼睛 然后又缓缓睁开 眸底一片黯然 所以 你是真的爱上他了 你疯了吗 秦昭 他可是蓝忘机的人 而且就算你把他的记忆抹去了 他的心也压根不在你这 故意翻难得动怒 我知道 他只当我是朋友 即使我们是法律上的夫妻关系 秦昭无力地垂着肩 瞬间像被卸掉了全身的戾气 不仅如此 老秦 别忘了 此话一出 男人如梦初醒 母帝涌上难言的苦楚 老秦 故意翻拍了拍他的肩 这条路只能走到底 没有回头路 两久后 男人发出沉痛的哀嚎 可他是无辜的 男人想起那双唇真而又清澈的眼眸 他好像越来越无法直视那双眼睛 那双漂亮如同黑宝石的眼球 总倒映出自己丑陋的真实面目 有谁不是无辜的 你 蓝忘机 魏无羡 老秦 你告诉我 哪一个人该死 蓝忘机吗 说到底 他只错在了一个蓝线上 开工没有回头见 秦昭 想想你死去的父母 还有小夕 你的亲妹妹 她如今就站在蓝忘机的身边 够了 别说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 男人一拳挥在落地玻璃上 绷紧的手臂肌肉 彰显了男人的力量 还有压抑而无处倾泻的痛苦 故意翻抬手 放在人的肩 拍了拍 老秦 再等等吧 离回家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眼看蓝英国际艺术学院几个字 近在眼前 魏英的心激动了起来 国内的艺术学院 大大小小成千上万家 她在网上看到眼花缭乱 最后选择蓝英 是因为她的一句slogan 让每个孩子的眼中都有色彩 而且 这是一家慈善学校 当然并不是说来这里 学习艺术的不用交学费 而是这家学院的老板 把所获得的利润 每一分都捐给贫困山区 资助那里的孩子成长 学习 这与魏英的梦想不谋而合 所以她一看见学院在招聘 就毫不犹豫投了简历 并且不顾一切奔赴回国 她在网上看了很多 关于这家学院的消息 其中之一就是想求职的人 抱怨学院的老师太稳定了 空窗半年都等不到一次面试机会 很多最后不得不放弃 别谋他处 所以 魏英觉得自己是姓缘儿 姓缘二字 好像有些言之过早了 您好 我是来面试的 魏英把身份证从保安室窗口宫镜递进去 大叔接过身份证只看了一眼 便退了出来 不好意思 面试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 按照学校规定 你的面试机会作废了 呀 魏英小脸重了起来 他有想过是这样的结局 但真到面对的时刻 又接受不了 大叔 不 大哥 您给我个机会吧 让我进去 求求您了 我从美国飞回来 马不停蹄 某人倒倒不绝 保安大叔耳朵嗡嗡叫 停停停 小伙子 你求我没用 这是老板的规定 我放你进去 我的饭碗就保不住 家里还有八十岁的老母亲 要比才是吧 来 魏英 大爷 您到底几岁姐的婚呀 母亲都八十岁了 儿子才五岁 魏同学眼看没戏 大哥直接跳为大爷 大叔嘴角抽搐 还不是因为穷吗 取不起媳妇 你这种 大叔站起来 打量了人一番 穿得人模人样的 衣服料子看起来也不错 你这种少爷 不懂人间疾苦 什么少爷 我也是打工养活自己的好不好 再说了 您有老母亲 有儿子 我一个孤儿 散了 不跟您说 耽误时间 魏英扭头 环顾了一圈 整金学校戒备森严 除了这个入口 其他是不低于两米高的围墙 会阴谋光一闪 爬墙他最在行啊 大爷 哦不 大哥 我不进去 行李放你这里寄存一下总可以吧 大叔看他也不像坏人 便点头同意了 没什么贵重物品吧 丢了我可不承担责任 这里可是有监控 我不碰他 没有 就几件破衣服 最贵的都在这了 魏英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调皮一笑 把行李放好后 大叔看他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拐角转了个弯 人就不见了